有一段成都交警暴打车主的视频 引发了数十万网友的关注 这视频当中车主康某因为在路边停车 被交警要求出示证件 当时因为车主掏出了摄像机 要记录执法过程 一下子激怒了交警 我 Supam的屁了个不是指导是咖子 快点 开车推 酉酉 signed 你有啥子 你要啥子 你有啥子 我扎的 我扎的 我扎的我驾照给他了 我是自操的 您不要乱说 我身份证插得上的 我驾照在他身上 到底谁错了 观众们心里是一本清账 车主也许是屈服于你手中的警棍 但是交警的行径 却玷污了自己身上的制服 目前打人交警已经被停职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 守望孩子成长是一件